我相信你这样查经几年以后 你对圣经读经的要求 不会像过期那样简单 那样糊涂 更不会像领恩派的人 那样完全不注重圣经 我今天想一件事情我很难过 但我一定要对你讲 这是神特别感动我 在牛幼大步道回去把我提出来 我们在牛幼步道的时候 每一场是五千到六千人 每一天的聚会都五千到六千人 但是呢第二天我要加一堂聚会 是直接用英文讲到的 我用英文步道 那么就那些听英文的 特别是很多中国人第二代的孩子 他们不大听过语了 他们在美国读书ABC 所以他们就听英文 所以他们说好请唐佛斯理讲道 你讲的时候当然你讲你的reform theology 但是他们说我们唱诗的时候 可以不可以让我们自由 唱美国的爱唱的歌 所以结果他们像领恩派那样唱过 结果俊慧唱的时候糟糕了 一整个钟头站着唱 唱一个钟头 唱完了才听到 像你们今天这样的情形 所谓敬拜赞美 有的站着唱一个钟头 对不对 唱完了以后 站完了以后 坐下 要听到的时候 我问你 如果一个人身体很累 永远不愿意听我讲道 为什么呢 因为我讲道不是吹鸣术 我讲道是刺激你的思想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没有好好聚精会神 你就是少听一段 再听下去很难连接 所以我一讲道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睡觉了 因为刚才站了一个钟头 你懂吗 我怎么许可人听我讲道睡觉 我来到纽约走了半个地球 我就是要苏醒你的灵魂 所以我求主给我能力 好好把真理讲道 他们整个眼睛精神 全部定住一篇道理 从头到尾 我用英文讲讲讲讲讲 讲到全部他们明白 但是他们实在太累 我得到一个思想 今天撒旦用什么办法 教会不尊重上帝的道 就是叫你听道的时候大瞌睡 听道的时候叫你大瞌睡 什么办法 先给你累一个钟头唱歌 这是撒旦的工作 所以今天你说呢 这个敬拜赞美是提醒大家更懂得敬拜 是的 敬拜赞美以后 为什么听道的时候睡觉 为什么累得不得了 那其中的关系是什么 就是撒旦告诉你 上帝的道不要紧 你的赞美要紧 上帝的话不要紧 你的话要紧 所以你祷告一直对上帝讲 结果上帝对你讲 你不注意 你懂吗 那这个是倒过来了 倒过来你还以为你现在take part participate 哦 站着一个钟头 唱到累了以后 那么传到人讲错到你也不知道 反正你也侍奉你的 我侍奉我的 我侍奉的我唱歌 你侍奉你去讲道 大家都在这里侍奉主 那么讲道 对一个神字已经不大轻 累得不得了讲道 讲错这人就少一点了 所以整个这样下去 再过四年 教会在真理的基础上 一定乱七八糟一塌糊涂 松懈不得了 讲台不注意 怎样正解 群解 认真解 长久 有着新鲜感的 忠心的解 听的人不认真听 随便听 因为太美 这个教会又变成什么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对不起我常常讲一些 你从来没有这样想法 给你很震惊 给你起见很不同意的话语 但我不一定要讨你同意 才做传道 因为我是讨上帝学的 上帝的道是苏醒论 不是麻醉论 大家说 上帝的道是苏醒论 上帝的道是挑战你的思想 不是使你的思想沉睡下去 不是使你做一个沉睡的论 就是怜悯我们 好 这个是我今天不得不要在中间提出来一段话